彈吉他到現在已經接近二十個年頭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的是 一個吉他手一個音樂人 能不能為這片土地做一些什麼 我想每一個角色 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色都在為社會上的環境做付出 所以我認為如果彈吉他這件事情 也能夠為這片土地做一些什麼 或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才決定要做一張 跟我們台灣這些很美的景色 有連結的一張專輯 用這張專輯也可以喚醒一些 或許你曾經去過或者是你未來想去的地方 然後帶著大家去欣賞這片土地的美好 所以這是我做二十六號跟我這張專輯的一個初衷 新竹風很大 共玩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做為一個地方做一首歌 其實有時候 你必須要跟這個地方 是有一些情感上的連結 所以我很期待就是 這次如果去Ruby音樂 因為可能我 了解到了新竹的朋友的個性也好 或者是他們的 與人相處的方式也好 或許你會對這個地區會更有感覺 所以我也期待 因為在去新竹表演的這一段時間之內 能夠跟我的音樂有一些火化 我希望在未來彈吉他的路上 我可以跟更多人分享 就是我對音樂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價值觀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 每一個吉他手看待音樂的方式 一定有他的價值觀 就好像每一個人 他對於每件事物 他所評斷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一個吉他手 都是非常的獨一無二的 所以我比較 我是期待說我之後 未來的路上 能夠遇到更多的人 然後更多的學生 或者是在更多的場合 跟大家分享我對音樂的價值觀 我認為美好的音樂是什麼 我認為音樂的美好的傳達方式是什麼 當然這沒有絕對 這是支持我一直繼續走下去 努力不懈 不間斷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在同一個人家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